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我叫Andy 我們的平台叫做 我要裝修DECO 裝修本來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就會用全廣東話 講解我們的服務 故事主人Mary 準備12月份家裡要裝修 但又不知道怎麼準備 又怕找到公司不好 又怕文件處理得不好 又怕付錢會拗數 又怕裝修會爛尾各種擔心 都沒時間了 有裝修公司在12月份有空檔 但又不用用資源去賣廣告找客 又不想亂接生意 因為怕收不到尾數 又怕客人麻煩 各種憂慮 所以在這個時候 緣分令到他們遇上了 大家一拍即合 因為我要裝修 你有時間幫我裝修 但是這段關係卻因為不了解 很難溝通 甚至不信任 最後都是無來要分手收場 剩下的就是一屋頹門敗雅 那Mary就很煩惱 扣了個門 她回想 為何當初不找個人幫忙 找多幾間可以比較一下 聽一下顧問意見 找人正適合同意簽 和在專業人士的協助之下溝通 所以如果故事可以回頭 緣分令到她遇上我要裝修我們這個平台的話 那我們的服務又可以為她的裝修 提供到甚麼裝修保障呢 其實我要裝修 我們是第三方住宅裝修招標平台 為你提供一站式的裝修管理服務 是助你們做Mary 輕鬆去面對裝修 那我們有很簡單的流程 就是你們上網登記 那我們就會入屋頓尺 畫平面圖 那你們等待佈價的時候 之後就可以約件投了標給你的人再談一下 接著簽約 員工 其實簡單登記就可以獲得 我們我要裝修一條龍的裝修管理服務 首先我們第一項就是占標服務 那我們就占標為大家免費多尺 和畫平面圖 將客戶的裝修想法轉化為文字 再連同現場的資料 上載到我們的網站 就會分享給所有已經監禁的裝修公司報價 那規範好了的報價內容呢 經過系統短時間裏面 可以收多幾份報價單 才可以有效格格選擇所需 因為裝修始終都是一分錢一分貨的交易 第二項就是我們會提供合同保障 提供三方簽的合同去平衡雙方 我們負責監督雙方履行合約的能力 因為裝修其實最煩就是處理那份合同 第三項其實我們就有個法律保障 我們是香港財務局會官方合作的夥伴 希望實實在在這樣 為裝修解決提供一個快速和低成本的解決方法 為裝修爭議提供低成本解決方法 另外呢 第四項就是我們有一個裝修款 托管的服務 其實萬多以金錢為首 我們只選擇了一個裝修界的淘寶 去保障大家 大家的裝修款會分階段 入到我們公司的平台 我們會協助用戶發貨當中的六成 給師傅 就會托管了用家的四成 直至員工確認收了貨之後 才會通知我們付款 同一時間 我們的平台其實就會定資20% 給師傅起貨完成工程 為甚麼我們這樣做 因為我們深信 我們平台的各個條款 已經足夠篩選了一整單的師傅加入 所以裝修工程其實有很多的變數 所以裝修有保障你不會不要吧 生意保障很簡單 用戶使用服務或者裝修公司加盟 都是不完全免費的 他們的名字都會公開在我們網站上 我們會在每一單項目完工之後 向裝修公司收取相等於合同的5% 注意到我們的服務 是不包括這個項目管理的 我們的市場 其實香港自治2016年的10月 總牛與公司的落成量 是大概270萬 過去半年每個月的買賣合約數量 另外我們在5月份進入市場之後 已經成功簽了6份超過70萬的合同 已經有超過20位投標人 是篩選了的加盟為大家報價 還不停地更新 另外我們就和國內一個新型家具品牌 叫做蜂巢家具合作 這個是我的團隊 我是NDR我自己 我是6至6年的創業經驗 8年又是上海、北京做營銷 和市場推廣經驗 另外就是我的團隊 有Angia 就是Designer 就是做Interior Design 另外有Keng 就是裝修工作者 有這個團體顧問 有Alex 還有另外一些收入設計師 還有一些師傅 我們就是找到一些投資人 和不同方向可以合作的人 和每一個需要裝修的人 大家可以來到我們的網站 或者Facebook去看看我們的Service 多謝大家